什么宝宝呢 哈得 没妈什么不离公开了 OK 大家好 像刚吃完城市豆沙包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GThinks 很多人认为 印尼就是马来语 马来语就是印尼语 所以 学会印尼语 就代表学会了马来语 一时而鸟 不错 不过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会印尼语真的代表会马来语吗 今天 让我 杨小赖 这个土生土长的印尼人 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两个语言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今天我们会听三种不同类型的马来语 第一种是儿童卡通的马来语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 因为他们用的词汇应该是 比较偏简单的 然后第二种是正式马来语 就是官员在正式场合上会使用的马来语 然后第三种是非正式马来语 就是马来年轻人跟大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的马来语 等一下我们会看我能了解多少 然后如果有什么词语我觉得怪怪的 我也会告诉大家印尼人会怎么说的 不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出生于雅加达在Dangrang长大 所以我的印尼文词汇是以这两个地方为主的 OK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看的卡通片是Ubini Bean 它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卡通之一 我弟小时候也喜欢看它们 那我们来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听懂Ubini Bean在说什么呢 这个跟英语文一模一样 可是Jiku齁 这个词在英语文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会叫我们的老师Jiku 我们叫他们Guru 如果是男的就叫Bak Guru 如果是女的就叫Ibu Guru 所以我们会说 Selamat pagi Pak Guru 或者 Selamat pagi Ibu Guru Apa tuh Cikgu Sekarang Cikgu nak semua ambik seorang satu 好 这边的Nak 我觉得应该是 Yau的意思 Yau的话 在英语文是 Mau 或者 Ingin也可以 不是Nak 然后我刚刚有听到她说 Ambik 我再听一下 Sekarang Cikgu nak semua ambik 对啊 她讲ambik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Coin的关系 还是怎样 可是在英语文 我们会说 ambil 拿 ambil 后面是L 不是K 对 所以 Sekarang Cikgu nak semua ambik seorang satu 英语文会说 Sekarang Ibu Guru Mau semua ambil seorang satu 这应该是 BAYAR 应该是BAYAR 后面的L TANSEIN 如果是英语文的话 会发出的很清楚 所以 Murid-murid Kena Hargai DAN Jaga ELOK ELOK 所以 Murid-murid Kena Hargai DAN Jaga ELOK 这个英语文的话 应该是 所以 Murid-murid HarUS Hargai DAN Jaga BAIK-BAIK Kena在英语文是 什么-什么 DAU 比如说 DADAU PENDAU SERDAU 重DAU 然后 ELOK-ELOK 我们知道是好的意思 可是我们一般 不会这样子用 我们会说 Jaga BAIK-BAIK Sekarang Buka tablet Te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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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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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yaknya OK Sekarang Buka tablet Te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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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跟英语文一模一样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后面那个小朋友说的 Banyaknya 我发现 马来西亚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 如果一个单词 后面是 A 这个字 他们习惯把它念成 E 这个音 比如说 Banyaknya 变成 Banyaknya 这个很蠻累的 Mathematic Science Sumoblaja Jaga 这边的J 我不太确定它什么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英语文的Aja 可是Aja如果是这样子放在后面的话 它是而已的意思 那 Mathematic Science Sumoblaja Aja 嗯 有点怪怪的 嗯 这个我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Morrit Morrit Tengok sini Iko chekgu OK Tengok在英语是指这个动作的 Tengok kiri Tengok kanan Tengok atas 所以 Tengok sini就是 Tengok到那个讲话人的那个方向 嗯 印尼人一般会说 Morrit murrit Lihat sini Lihat看 OK 所以卡通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听懂 大概八九成吧 没有很大的问题 还不错 OK 下一个影片是 Malaysia首相 Mohidin Yasin先生 于2020年3月16日 向全国人民宣布 Malaysia将首次实施 MCO 好 我们来看看我能听懂多少呢 Kerajaan memandang serious Situasi semasa Ancaman virus berbahaya ini Tutamanya Perkembangan gelombang yang kedua Kerajaan是王国的意思 不过它在Malaysia好像也是政府的意思 政府在英里是叫Pemerintah Pemerintah就是命令 所以Pemerintah就是命令者的意思 因为政府喜欢命令人家嘛 然后他刚刚讲的 serious跟virus 这个比较像英文的念法 serious virus 这两个词 在印尼我们会说 serious 还有 virus Kutaman kerajaan kita pada masa ini i adalah untuk mencegah penularan baru wabak ini yang dibimbangi akan menjakiti lebih ramai rakyat Kutaman kerajaan Kutaman kerajaan Kutaman kerajaan 我猜应该是 政府主要的任务 政府主要要做的事 就是避免疫情的性传染 那Koutaman Kradzian在印尼的话 应该是Prioritas Pomerintas 然后他刚讲的Dibimbang 这个Bimbang在印尼可以是担心 但比较尝试犹豫 所以如果你叫我选要做A还是做B 然后我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 我会觉得Bimbang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用 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我们会说 yang dikhawatirkan akan menyakiti lebih banyak rakyat 不是 ramai ramai是热闹的意思 OK 这里的DRASTIC 一样比较像英文的DRASTIC 这个激烈在印尼我们会说DRASTIS 不是DRASTIC 然后Bagi在这里也是怪怪的 Bagi在印尼文是对谁来说的意思 比如说Bagi saya Mula'i lapa amblai la pam das match dua ribu duoplo OK,正式马来语,我觉得我可以听懂 嗯,一样大概八九成吧 正式马来语跟正式英语真的大同小异 好,最后一个影片是Easy Language频道的马来文街头采访影片 里面主持人问了一些路人,什么东西让他们感到幸福 我们来看看吧 马来西亚年轻人好像讲话的时候都会参很多英语在他们的每个句子里面 印度人不会这样子啦 除非是安楽角色 然后他前面讲 这个 membuatkan在印语是做给的意思 比如说 妈妈 membuatkan saya nasi goreng 妈妈做炒饭给我 为什么我一直讲炒饭呢 反正我们不会这样子用啦 我们会说 还有什么做饭吗 例如我的父母 如果你知道他们感到他们感到的 吗会做人 Whoperto 我 dirty 可以看他们 increases 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他们 他们是他们 这个跟草州话一样 他人也是他们的意思 很有趣 其实在印尼我也听过老一辈的华人说他们 可是我没有听过非华人这样子说 然后他下面讲 在印尼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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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被其他人允许做的那种可以 而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 但是它是 有能力做的那种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意思是 就是 可是在马来文呢 所以在马来文 可以 有能力做的可以 被其他人允许做的那种可以 可以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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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他们去离开 例如说 在英语中是请假的意思 所以在英语中,它也是度假 不过它是度过你请假的假期的意思 而不是一般的假期 那如果在英语中说离开 它的意思就包含度过各种各样的假期 跟假日 你感到很感到很感到 好,谢谢 谢谢 你感到很感到很感到 你感到很感到很感到 它在英语中的文件说 那是很感到很感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英语中会说 听起来很感到很感到 你感到很感到很感到 你都能够解决了 你都能够解决了 像吗 每个女人都能够解决了 如果有钱 它好像刚刚吃完城市头沙发 全部都能够解决了 如果有钱 解决是英语 如果有钱 有钱 要做 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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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没有字幕的话 我觉得我只能听懂 大概60%到70%而已吧 总之呢 我觉得如果你的英语文不错 你去听正式马来语 或者是看马来西亚儿童卡通 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啦 不过如果你想要跟当地的马来人聊天 你可能还需要请他们讲慢一点 或者是用比较正式一点的词语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我快没有声音了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解释有错误 或者是你觉得我哪里错过了什么细节 那就请大家都指教 我也还在学习当中 我会努力去改善的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 一见小赖 Peace out